大家好,我是范秋霞,是Skylken的PMC,在Skylken里面负责Skylken UI以及BrowserAgent这两部分的事情,目前就职于Terate, 之前的工作是在阿里云和滴滴做数据分析平台的一个开发工作,那目前从事开发工作已经有大概七年的时间,然后今天分享的题目是Local in Skylken UI,首先看一下我们今天分享的一个内容,一共有五个部分,第一部分的话是介绍Skylken UI在采用Local的开发的一个背景, 第二部分是介绍Dashboard的一个落地实践,然后第三部分是介绍Torpe图中Matrix的一个实践,然后第四部分是介绍Skylken UI采用Local的思想开发的一个好处,然后第五部分是介绍关于采用Local的一些建议, 首先看一下我们第一部分就是关于Skylken UI采用Local开发的一个背景, 那大家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些疑惑,Skylken UI它是什么,然后它提供了什么样的一个服务能力,还有就是Local的又是什么,Skylken UI为什么会采用Local的呢, 就这样的一些问题,好,那我们带着这样的问题看一下,就是整个背景的一个介绍, 大家都知道Skylken是一个APM系统,然后它专门为微服务于原生和基于容器的一个体系结构设计, 那UI呢,是为它提供一些可视化的一个功能界面的展示,它包含了像Dashboard以及Top,还有就是Trace, 还有就是Profile的一些可视化的一些功能页面,然后Local的是什么,Local的话就是意味着你边写高级的配置和模板, 然后为应用组件或系统呢,定制各种行为能力,一般Json和YML似乎是目前就是最流行的一些语法的一个选项了, 那也不是说所有的就是一些简单的配置就被称为了一个D代嘛, 通常模板具有开发人员必须学习的一个就是应用组件的定制属性, 还有啊,操作和模式这样的东西,然后配置如果,如果配置和模板系统越是复杂的话, 那它就越成为自己的一个高代码编程的一个语言了, 嗯,现在的话像国内外其实都有很多Local的开发的一些平台, 那它们一般都是通过图形化的一个交互,实现一个应用的搭建, 然后提供可视化的操作,标准化的配置, 然后通过这种可视化的编程呢,去提高开发人员的一个开发效率, 然后呢也能满足就是同时也能满足不代码基础的一个业务人员的一个信息化的一个开发, 然后有一句话说,对Local的就是总结就是,啊,关于低代码, 然后低成本以高效率,啊,那为什么Skywalking会采用就是,啊,Local的呢? 嗯,首先我们还是就是有,就是通过场景去做的一个选择和决策, 在Dashboard和Tooler中我们,嗯,需要提供给用户一个,啊,就是报表设计, 根据不同的一个监控对象呢,是需要展示不同的一个监控报表, 不同的Matrix的场景,啊,在这样的一个场景下呢, 我们是采用Local的开发,然后提供一个可视化的操作界面, 然后呢,标准化的某版的一个配置,去实现就是所见其所得的去做监控报表, 啊,然后Skywalking的监控领域在不断的扩大同时, 啊,UI端确实,啊,就没有增加额外的一个业务代码, 就是无感知的一个成果, 当然我们也会有一些,就是新的需求, 对Dashboard的灵活性啊,或者功能上的一些新的需求, 啊,那背景之后呢,我们看一下,啊,第二部分是Dashboard的一个落地实践, 然后我们这边有四个,四个点进行一个分享, 包括了Dashboard的一个服务能力,还有就是Dashboard的一个结构, 还有就是它的一个技术实践,包括最终的一个实现效果, 嗯,Dashboard它有什么样的服务能力呢? 嗯,最主要的还是它,啊,就是一个可视化的一个设计, 嗯,指标的一个报表,然后并且可以自动生成, 然后通过可视化的一个编程的方式呢, 然后就是降低了门槛,并且可以所见记所得的,就高效率的去,啊, 做自己的那个指标,报表, 还有就是它可以通过默认指标的一个表表模板, 去通过就是去快速的一个生成, 然后无需去新增,就是去设计, 嗯,就是还第三点的话, 就是它可以基于数据模板的标准, 然后导出模板数据去支持到第三方应用, 然后同时也能导入指标数据模板生成, 嗯,就是,报表。 嗯,接下来是Tashboard的一个结构, 然后Tashboard的话, 整体是一个竖形的结构, 然后我们是给了它一些, 嗯,概念去做力度的分层, 嗯,它包括Layout,Report, 还有Grow,还有Ether,以及Configuration, 那我们是怎么去结合页面跟这些概念去做划分的呢, 嗯,首先Tashboard它作为一个Layout, 然后Layout下面呢是一些Reports, 然后Reports也就是不同的一个监控实体对应的一个监控报表, 嗯,比如,比方说像Database,还有Vim, 或者Brother,它们是可以作为不同的一个, 嗯,Reports,在Reports下面, 嗯,再是Growse, Growse的话是对Metric进行的一个分层, 然后比如,嗯, 嗯,ServusMetric,以及EndpointMetric, 这个它们其实是可以作为不同的Growse, 一个Growse下面呢,我们有多个Item, 然后Item对应的是一个或者多个Matrix, 嗯,最后是,嗯, Item下面最后是那个,嗯,Configure, 然后它是一些,嗯,可视化可备置的数据, 然后包括了它Source和Style两大类的一个配置数据, 啊,在了解我们整体结构概念下呢, 嗯,在了解我们整体结构概念下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DefiBall的一个功能结构的一个画分, 啊,那从外往里面, 然后首先Layout我们是提供可视化操作, 包括了像重新加载,自动实施刷新, 还有像报表的一个创建,删除与编辑, 还有就是时区语言这样的一些功能, 哦,那Report呢,是一个监控, 对监控对象对应的一个监控报表, 啊,我们提供的是一个CommonSelector,啊, CommonSelector的话, 它其实就是一些公共, 就是整个Report公用的Selector,啊, Selector的话, 也就是像Server,Instance, UnderPorn的这样的一个数据的一个选择器, 当然,我们其实每个Atom它自己也是可以配置内部的Selector的, 至于它是选用CommonSelector呢, 还是说选用自己的Selector是可以通过配置进行选择的。 嗯,接下来就是CommonEvents, 那这里呢,是CommonEvents与那个Metrics, Metrics的一个结合的一个数据化的一个可视化的展示, 然后就是Report的那个模板的一个导入导出, 还有就是Globes的一个创建修改和删除, 然后Globes下面呢,就是, 然后Report下面呢,就是我们的Globes, Globes呢,是Report的一个Select, 然后类似Tab的一个窍的, 然后这里我们是提供了数据的导入导出, 还有就是Atom的编辑啊, 新建而删除的。 嗯,Atom中我们提供了配置的编辑和可视化, 然后以及Metrics结果数据的一个可视化。 还有就是最下面最最底层的Configuration, 是我们标准化的一个配置, 其中我们分为的是两大类, 包括Metrics数据源以及Atom可视化的一个展现样式。 它像DataSource里面我们提供了有NTT-type, 然后也有Matrix类,Select, 然后NTT-type的话, 我们可以选择就是Report的类型, 比如说是DataBase, 还是VMR这样的一个类型。 Matrix type的话, 我们是提供了是像Value或者Values, Values等等, 然后Style里面包含了Chat type, 然后像Tattle啊, 然后Values等等的一些参数配置。 然后Chat type里面, 其实它是我们是提供了不同的可视化效果, 包括像Table, 然后像Head Map啊, 然后Bitchart等等的一些可视化图标。 这边是我们的一个技术实践, 然后在整个项目里面, 我们选用的是Vue.js作为框架使用, 然后呢,状态管理使用的是Vue.x。 在我们, 我们在整个组件的生命周期中, 周期函数中, 去通过Dispanch Actions去执行从后端获取到数据, 然后获取到数据之后, 进行数据加工处理之后呢, 最后再通过Commit数据到Mutation, 改变State, 然后State改变之后, 页面会进行Render, 也就是这样的一个逻辑去进行, 呃, 状态的一个管理, 数据状态的管理, 呃, 它有一些全局的, 也有一些Dexable自身的, 首先像Dexable自身的Layout的话, 它对应的也就是Layout自身的一个数据状态的管理, 还有Query, Query是针对数据在进行, 就是metrics数据进行查询前后的一个数据的一个管理和处理, 啊, 然后Data里面是一些, 呃, 包括对Event, 还有Template, 还有Template, 以及Matrix的一个Type的一个状态管理, 呃, Google里面的Model的话, 是给整个项目的一些, 共用的一些Model, 包括, 像Dashboard跟Trace啊, 然后跟Log, Log里面的一些Selector是共用的, 还有像DureTime等等这些是共用的, 嗯, 这边的话是我们一个最终的一个实现效果, 左边这个是一个编辑状态, 一个进行配置的一个, 配置化的一个报表, 嗯, 最上面是菜单导航栏, 然后里面包含了像Dashboard和Trop, 然后还有就是Trace等一系列的功能菜单, 嗯, 往下是我们的一个tube吧, 然后里面都是一些操作性的功能, 画包, 它上面的那一排的是我们的一个report, 然后, 就是Dash, 就是Log的下面所有report, 然后它里面也可以对report的进行新建删除, 在新建report的时候是可以选择默认的一个模板, 然后呢, 是下面的, 嗯, icon的那些是配置的一个编辑, 进入配置编辑, 然后还有一些导入导出模板的功能, 嗯, 包括重新加载, 就是对整个报表进行重新加载的一个功能, 还有一些公用的那个selector, 还有就是event的一些功能, 然后在tova下面的那个tube, 哦, 它就是作为groups来使用的, 然后这里对group也是可以对新建删除啊, 还有对配置的一个, 配置模板的一个导入导出, 然后最下面这个是items, 里面包含的是所有的一个item的配置项, 然后右边的话就是你做好了所有的配置设计之后的一个预览的一个效果, 好, 接下来是我们的第三部分在tube页面中的一个指标的一个实践, 嗯, 这里的话我们会分享到的内容是像tube的浮能力, 还有在tube图中指标模板的一个结构, 还有就是最终的一个实现效果的一个分享, 首先在tube图中它有什么样的一个, 一个服务能力呢? 首先它就是一个servers的一个top图, 就是最外层是一个servers的top图, 然后是serversinstance的一个dependence的一个基于商机图, 还有就是underpointdependence一个商机图的一个科学外展示, 再下来就是trace和amon这样的功能, 然后我们通过servers的一个top图的一个交互呢, 我们是可以查看到就是servers的那个dependence, 还有instance的dependence, 包括underpoint的dependence, 以及它们自身的serversinstance, 和underpoint六大类的metrics的模板。 那基于这些metrics呢, 我们对不同的load type, 对不同的load type有不同的一个metrics的一个模板, 然后根据load type去选择对应的模板, 一个node呢就是可以选择多个模板, 同时呢支持对这些模板的数据进行修改啊和删除, 也同时支持新建, 那最后呢是对这些这六大类模板的一个导入导出。 这边是一个top就是在在top图中的一个metrics的一个模板的一个功能结构, 然后这里把servers,instance,underpoint, 以及它们对应的一个dependence的一个metrics模板作为report, 然后分别作为report, 然后根据, 根据antitab选择对应的report, 然后再根据notitab去选择对应的一个report的模板, 然后下面再是, 然后group的话是下面的, 就是对那个server和clan端的一个, 一个层级的一个划分, 然后atoma configuration的话, 下面的都附用这些deciple的一个附用, 所以整体结构的话就跟之前的是一样的, 这里就进行复述。 这边是一个最终的实现效果, 然后这里选用的是选取了servers和underpointdependence的一个metrics的一个模板, 然后通过, 我们是通过左边这个servers的top图, 然后进行交互的, 然后比如说选择了某一个类型的load去选择去交互进行, 然后去查看它servers的一个metrics, 如果查到是servers的metrics, 那对应的todentitytype也就是servers, 然后也能查看到就是像其他dependence类似的, 同样的一个metrics的结果。 那这里的话我们也是将一个比方serversmetrics作为一个report, 然后把servers和client作为groups, 之后也是就是默认的话, 我们是根据它nodetype去做模板的一个匹配, 然后可以对模板的类型的去做一些修改, 就是可以多选多个模板一个node。 当然我们也能查看underpointdependence这个, 这是一个通过三级图的一个可视化展示, 然后选择它,就是在它的这个交互里面是选择三级图里面的某一个线条, 那这个线条我们叫做call, 然后我们会得到它的sauce, 就是这个线的sauce node type, 然后用这个sauce node type去做模板的匹配, 就是默认的时候是这样子的, 然后你也可以后期通过去修改, 就是或者多选这样, 然后就这里的话, DT tab就是underpointdependence, 然后其他几个就跟这两个类似, 结构类似逻辑一样。 这第四部分是总结一下我们采用local开发的一个好处, 然后这里的话分为两大类进行分享吧, 然后首先是做了一个有缺点的对比, 以及与procode和local的一个对比, 还有就是在最后的一个结论, 就是采用local的好处。 首先是procode, 大家可能就是不太清楚的是它的定义, 一般我们会统称它说是专业的一个专业代码, 然后用常见,就是常见的编程语言, 比如叫JavaScript,JavaConline这样的编程语言去编写代码, 然后将这些代码呢, 可作为可插入模块, 然后插入到更大的一个软件系统中。 那local它的一个优点是什么呢? 就是可插入编程中的所见即所得, 还有就是技术的一个收敛, 就是增强了一个开发的一个灵活性和速度, 就是不需使用正确的一个命令格式和语法, 将任务表达为高级思想。 然后依靠算法和库务呢, 生成了就是大部分的应用程序。 将第一代码解决方案有助于更快的一个应用开发, 还可以加速对产品的一个迭代。 将未将批,未经批准的一个编程带来的风险将至到最低, 然后使非程序员能够进行一个软件的应用。 然后降低了整个门槛, 开发的一个门槛。 然后是Procode的一个优点, 就是也许早期开发原型, 然后在其上构建, 然后使团队能更好的理解产品的一个结构, 准确估计创建新功能的所需的时间, 然后轻松的深入研究代码, 快速的发现问题并修复。 然后最后就是一个新技术的话是比较方便的, 就是快速的落地。 那他们也是有缺点的, 那像Lowcode它自己的缺点是, 比如说第三方集成支持有限, 然后Lowcode最小化了优化原代码的一个能力, 还就是它的性能就是程序的性能是很难去控制的。 它常见的用力在平台上就是很有限, 支持比较有限。 Protocode的一个缺点是, 它可以从其他项目中抽取资源, 然后就是开发成本的话会比较高, 因为它需要很多专业的开发人员, 并且雇佣成本就很高, 然后就是学习成本也很高, 像编程的话需要大量的时间跟精力。 那Skyln UI的一个采用Lowcode的一个好处就是, 快速的迭代,快速的应用, 还有更快的时间的价值。 然后简化了现在系统的一些集成, 并支持了创建API, 也支持其他应用。 可以从头设计, 也可以自定义预构建模板, 或者导入现有的一些设计。 同时还能准确的保证功能的完整性。 然后提供小规模, 然后启动和扩展的一个灵活性。 然后接入新的监控对象的时候, 不需要在前单功能实现上, 花费大量的时间跟精力, 甚至是无感知。 最后一部分是, 一些建议关于采用, 在开发中采用Lowcode的一些建议。 首先就是在采用Lowcode的时候, 我们会思考就是场景, 我们的场景是否合适, 就适合可视化的一个开发。 还是要根据场景去做一些选择和决定。 如果不适合的话, 那还是要放弃。 然后第二点是Lowcode的难点, 我们还是要去做一些准备。 然后Lowcode的工具一般是全生命周期的, 如果把进入全生命周期的一个哈德克编程, 变成一个可视化的编程, 那这本身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无论是在产品上, 还是在业务上, 还是在技术上, 这都需要, 都有着很大的挑战。 而且一般Lowcode的工具研发的话, 是周期比较长, 然后对开发的心理素质要求会比较高, 需要稳扎稳打的, 艰苦攻坚。 艰苦攻坚, 而且能耐得住寂寞, 还顶得住压力这样子。 另外, 研发D代码工具的话, 除了要依赖技术底蕴外, 还需要更强大过瘾的一个产品的思维。 就是它的业务其实是非常的一个复杂, 交互也会很复杂。 还第三点就是利用好Procode, Nocode和Nocode各自的优点。 它们三个其实是解决着不同场景的问题, 不存在说是替换或者消灭的关系, 而是互不加强的关系。 那可能未来会有很多应用都会通过Nocode去产生。 那大家会想可能就是Nocode这么方便的话, 是不是直接用就可以了呢? 那其实也不是的, 因为Procode有缺点, 但它也有Nocode和Nocode暂时无法一个取代的优点。 因为它的优势在于更表达嘛, 表达更准确, 然后封装的技术上还是更好的一个实现的一个提效。 更好的就是满足平台的一些兼容性啊, 这样子。 我们还是要分析一下我们的场景和和一个现实的问题。 最后一点是, 如果直接使用了Procode平台的话, 其实也是有很多选择的。 像Authystem啊,Blockly啊, 还有RApps等等。 有很多。 以上就是我今天的分享, 感谢大家的收听。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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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